那我们最近大家看到了 美国公布六月份的这个CPI指数 已经高达9.1 真的是高出市场的预期 就连台湾六月份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都来到14年来的新高 所以不只是新车价真的一直在涨 即使你不买新车 你旧车还是留得开 告诉你们 连修车费也要涨了 志祺 我觉得最近大家看每一个那种财经节目 应该都非常的有感 就是整体的物价 通货膨胀的整体的速度 真的有点太快 那我们以每一次上市的 最近的新车来看 我觉得好像普遍 大概都会涨个5到10%左右 那当然他们的说法可能都会是 我们是基于旧款的顶规车型 再给你新的配备上去 所以价钱往上电是合理的 但是终究是你从口袋里面掏出来的钱 以往80万买得到 现在就是得85起跳 这些都是 实际算起来都非常的有感 那冠宜刚刚讲到 不只在新车的部分 修车其实就是在最近 美国就有公布他们的一些售后 维修上面的费用 整体的成本在5月份 汽车维修上面涨了6.1% 这个6.1% 大家看数字可能还好 但是它包含的是所有的项目 零料件的取得工资 甚至包含修大条的引擎 变速箱轮胎 你算下去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感 那其实以汽车的维护费用来说 当然美国相比台湾 是会比较多一些些的 那包含他们的油价 最近也是涨得非常的夸张 但是整体如果我们以数字来看的话 成长的比例 如果你在北美当地修一颗引擎 之前可能整体的费用 大概10万块 10出头万新台币左右 现在翻倍了 已经要28.4万元 那么多 对 所以这个涨幅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我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台湾这一块 在修车上面有没有很明显的差异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终究会面临到这一块 那尤其是 现在我发现有非常多的零件 就是你可能车价越来越高 它会帮你运用相对更好的一些零件 维修起来的价格 甚至包含现在新的轮胎 都抢救什么配方 成本已经上涨40%左右了 整体这些零料件加一加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 这跟什么很像你知道吗 就很像你现在在说房价 你问那些做营造业的朋友 房市会不会抛漠化 他一定跟你说不会 因为这些都是建筑的零件成本 原物料端就开始在涨了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大家一定都会面临到这一块 这个... 一定要接受的 对 这是一定要碰到的东西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在整体你的原厂的部分 会不会像坊间一样 那么起起伏 因为如果你是外厂的修车厂 假设好 你要一条线数好了 怪异你跟我叫3000块 可是要等三个月 那结果乃哥跟我叫 他说他付5000 叫我先给他 我给不给 我可能就会给啊 所以价钱就是这样堆叠出来的 所以我相信重点的关键 其实还会是在原厂 原厂不要有太夸张的涨幅的话 其实对于大家的用车 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了解了 好 那大家的荷包一直不断地在缩水 那如果说现在你想要买进口车 来 我们来看看进口车 今年上半年我们帮大家统计出来 销售的成绩 各家品牌表现得如何呢 大卫哥 进口车这个品牌的销售表现 因为受限就是欧乌战争以来 你看这个供应链 先前的晶片之乱等等的 导致交车都出现了大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看的是国产车 国产车再怎么掉 也只有一些少数的品牌掉个十几% 然后其他基本上只是掉个 各位数字的一个百分比 所以你看跌幅并不高 但是你看到进口车 今年上半年 每个都副成长 对 而且你先看总市场 总市场这边是8万1千辆 掉了16% 这说明什么 去年的这个时候是将近10万辆的数字 所以你看这掉了 这掉了就很明显的感觉 而你看它各个品牌来看的话 你看这前三名 这全部都是从13%起跳的 20几% 22%的来看 这时候就很有感的 就像我们看Toyota好了 Toyota部分 去年的时候它卖了156千辆 18000辆我记得 它掉了22% 它是关键的 RA4嘛 RA4一掉下来 所以就了这个CRV大卖 所以它是少了这个RA4的助力 然后使得它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萎缩 然后你看它掉了22.2% 然后宾市的部分 宾市也看得出来 它去年的时候是卖了15000辆 那你看它现在的所有新车 我们都说以前我们说 宾市几个主力 C-Class GLC 那GLC我看现在大家下单的都是在买 订新的车子 新世代的车款 所以你看它这当然 而且现有的车都已经交不出来 新的车子还在排队 因此它几个车 像E-Class什么都在等 所以它一定也是有5000辆 等这样子上下的一个带车辆 然后至于Lexus 去年是卖1万1 1万2的数量 看它也掉了13% 我们都知道它什么车卖最好 NX NX卖最好 可是还跟不上 它的订单的速度 这进来的订单 它现在累积的欠单 已经超过7000辆以上了 只要把这数字一加回来 照道理它应该比去年来得更好才对 可是也是因为欠车 然后这个工厂 因为这个工厂这开工断断续续的 也就是供应链 疫情等等的 然后BMW去年9000多辆出头 然后这个你看 它掉了百分之最低的 它是里面掉最少的 对 我觉得是它每个车 你看我们在做分析 它每个车型也许没有到前10名 但它每款车型表现都很平均 都很稳定 甚至你看像连X4 我们上次X4 卖的在同期词里面 它还算卖的很好的 那你假如把它X3并起来 它反而是一个很强的车系 因此你看 它每款车型平均表现之下 据我所知 它同样也有欠车 也是有四五千台在那边waiting 因此你看它这个数字来看 它看得还不错耶 那至于马自达部分 马自达去年是卖七千两百多辆 掉了十个百分点 还是维持在六千五百五十五辆 这表示它在市场上 还是有一个强力支撑点 是什么 CX5嘛 CX5卖得不错 然后可是我们在这边 看这前五名之外 我倒是要提醒 明年这个时候 有一个品牌要注意了 这个品牌可能会跳到 跟这五名来抢 特斯拉 它的供货量会正常吗 谁知道 可是它已经有 它今年上半年已经到 四千五百五十二辆 比去年成长是五十二%耶 那其他你看都跌 它假如这样子的供货量 所以到年底 搞不好今年结算 它有可能在CX5里面 对 它可能就会跳进来 不要说到明年 今年下半年可能超车了 因为过去下半年 另外可能还有福斯 但福斯也是欠车 欠到一趟糊涂 因此我们倒是要注意 特斯拉在下半年 会不会异军突起 闯进这前五名里面 是 好 谢谢大维哥 统计出来 今年上半年 进口车的品牌 他们的表现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帮大家抓出 在这个进口车当中呢 台湾人买的这十台的进口车 是哪一些呢 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大维哥说的 那是进口车品牌 其实如果单以这样看的话 我们常说的豪华车品牌 叫EA2B 进口车品牌 重新洗牌之后 也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叫LMT了 大概就只有这几个 这几个品牌的车子在里面 但是这个是半年 半年看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 刚刚看到大维哥说的 其实Toyota衰退了百分之二十几 冰市也衰退了二十几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数字就很明显的表达出来了 为什么Rawful 其实这个文常说的 进口车当国产车卖 单以这个Rawful 如果放到国产车里面叫什么 叫第二名 对不对 只有输Carola Cross 输给自己同家的 因为以进口车来说 Rawful的数量真的是吓死人 但是它刷退百分之二十几 我相信Rawful的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除以下六个月来算的话 一个月大概一千多台 我们都知道以前Rawful一个月可以加 你答对了 好可怕 加到三千多 这吓死人了 腰斩 现在大概一千多而已 这就是什么 进口车的悲哀 那它这样产能极度不足 所以我就说大家不要太乐观 这件事情是要正视这件事情 是连丰田都搞这条的话 其他品牌更赞 其他品牌大概就是无一幸免 那第二份品牌不得了 单一品牌来说的话 Model 3起来的 刚刚大卫哥也说他有可能进入所谓的 品牌的排名 品牌的排名 但是我必须说 他现在选择少 Model 3 那产能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真的很难讲 因为Tesla 其实大概只有在二十几个国家卖 台湾也不是他的主力市场 所以我觉得他只要一恢复产能 第一个一定是交什么 欠货最多的 那绝对不是台湾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一直维持这个量 但是这个量有提升嘛 就代表说什么 大家对于电动车已经去接受了 尤其是对Tesla 对Tesla来说嘛 那我们再看 Lasers我觉得大概状况差不多 但是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刚刚讲到这个Toyota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Toyota还有一台就是Camry Camry这台车还蛮神奇的喔 大家都说大型房车四围嘛 我觉得Camry有被Toyota又做起来了 这会不会是很多有一些工部门挂的 不只工部门工部门师部门ES跟Camry 我们大概看到这两台车可以再讲在一起嘛 就是说中型房车 大中大型房车被谁做起来了 又被核泰做起来了嘛 这个数量已经很明显了 在进口车的前十名之内嘛 所以这个中大型房车不是没有市场 看你会不会坐 对不对 其实这个核泰还是很厉害 那我们回到刚刚摔退 考华品牌摔退最凶的是谁 冰市嘛 冰市里面有没有 有啊 GLC啊 GLC C-Class啊 对嘛 你看一台是SUV一台是房车 之前说这个冰市只会卖萤幕送车子的 或者是只会卖SUV送车子的 应该要道歉会吗 C-Class起来了嘛 但是为什么它还是在这半年内 衰退了二十几%呢 就销不出车啊 销不出车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 外汇车嘛 外汇车嘛 为什么呢 今年一月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美国中股车还在涨 中股车在涨的话 贸易商的成本垫高 垫高到什么 垫高到你干脆去等新车好了 我进来没利润我就不要进了 所以大幅的降低什么GLC跟GLE嘛 那是外汇车的一个大宗嘛 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冰市会掉那么凶 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不变的是GLC这个C-Class C-Class我本来就觉得这车很漂亮啊 虽然内装比外观漂亮啊 性能的话我们就不说C-Class没什么好讲 那因为高配的这个顶端的车型 其实数量还是少啊 毕竟是少 那所以这种属于大宗化的这种中低的 这个车型来说的话 C-Class没有理由卖不好 完全就是缺车 里面还有谁 Mazda 我们刚刚说Mazda是第五名嘛 Mazda CS5跟这个Mazda3 我们都说Mazda是什么跟Tesda很像 货柜到了才有单 才有挂牌量没有的话甚至挂到百位数 但是喔我们可以看喔 他既然在进口车是前五名 也就代表Mazda 贏柜吃三娃公 真的 对不对 以进口车来说话 Mazda 真的没什么声音 就像莫名其妙要串起来 代表什么 他车就是好嘛 所以他以前的策略对不对 我们以前都说他突然涨价 骂得要死 错了 他说我就只坐高级车 我的行就是要维持那样子 藏车头的感觉 让你有豪华的感觉 所以辛苦有没有代价 有 坚持还是有代价 坚持有代价 所以这就是大概前十名的表现